102-98 NBA争冠新贵八连胜领跑分部甩开篮网 替补骑兵11中71月4日上午 公牛主场对阵魔术让人期待 德罗赞加盟之后 公牛多轮领跑东部成为极具竞争力的球队 虽然中途被篮网抢走风头夺走东部第一 但是近期不稳定 加上自身连胜太猛 东部再次变天 公牛重回领跑的行列 第一节魔术主力表现抢眼 小瓦格纳卡特各种坎分 后卫线上哈里斯三分球十分精准 魔术实现21-15的领先 第二节公牛在拉文德罗赞稳定输出的情况下 轮换阵容怀特继续稳定 一举轰出单节30-19的比分 完成了反超 下半场两队磕磕绊绊绊 谁也不能拉开谁 最后时刻在93-98落后的情况下 魔术反扑 瓦格纳制造鲍尔三分球犯规 三次罚球全部笑纳 拉文站上罚球线 二罚命中 特罗斯罗斯同样博取犯规 二罚命中 德罗赞被汉普顿犯规 一级恶意 德罗赞二罚中一 持球进攻被犯规 德罗赞再次二罚 命中一个 哈里斯三分不进 魔术比赛结束 以98-102的比分失利 恭喜公牛 好取八连胜 继续领跑东部 且在胜场方面 再次甩给篮王等球队 德罗赞24投11中 砍下29分 拉文27分 怀特替补11投7中 拿到17分 最新排行 公牛继续领跑 且领先篮王的胜场 优势扩大到两个 可以说近期无忧 作为一个新贵 公牛极具夺冠竞争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